这是种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青苔 青苔用在盆景当中 不但能起到美观的作用 也能起到固定土壤的作用 中国纬度跨度的 海拔落差的 这就造就了青苔种类的多样性 如果把青苔的种类细分一下 就有好几百种 这几盆盆景 大家仔细看 我用了三种青苔 即使没有树 没有草 单独的种到一个小盆里面 也挺漂亮 尝试了多种青苔 我觉得用到盆景当中 最好的当属这种短毛的品种 这种短毛的青苔 一般不会附着到树干上 也不会附着到石头上 这种就是介于长毛和短毛之间的一个品种 这两个品种 你喜欢哪一种呢 另外一种就是这种长毛品种的青苔 压起来软绵绵的 特别厚实 这种青苔就容易附着到石头和树干上去 我觉得用到小盆景当中 不是太合适 采集青苔的途径很多 像农村的瓦房上面 还有围墙上面 以及树荫下面 均有青苔 我最喜欢的就是生长在黄莲土上面的这种短毛青苔 这种青苔 颜色脆绿 而且它的毛比较短 用到盆景上的话就不会喧兵夺主 采集青苔的时候 把泥土微微带一点 我这里先弄几坨 待会儿讲一下如何去种青苔 这是一盆寻止砖 以前是用一个小瓦盆来种的 今天给它换一个其他的滑盆 这个季节换盆的话 就容易的多 不容易脱水死亡 随便咋弄都行 去掉多余的土 把顶部的根稍微露出来一点 这样方便后期调整它的根 因为这个土养分还行 然后土壤也没有板结 所以就用原土来对它进行种植 铺青苔的时候 微微地把青苔撕开一下 用手给它按一下 让它贴近土壤 不用挨得太紧 青苔与青苔之间有空隙 也没关系 将青苔种好之后 大概在15天 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 就能够全部长满了 种青苔的关键点就来了 最后你的青苔能不能够长成一片 全靠这一捧砂 这是细合砂 种好之后的青苔有空隙 用合砂给它填充一下 然后用喷符 把表面多余的砂给它喷下去 让它将空隙填充好 这样就避免后期出太阳晒的时候 把青苔晒翘起来 这样就好了 现在看起来不好看 但是再过半个月左右 就能够长成这个样子 看到这儿别吝啬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和长按的点赞 我是饭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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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